歡迎收看華爾街速電,我是徐梓杰 嘉賓有Harry和Eddie和大家一起做節目 先看看美股的表現 隔晚美股反彈,道指升超過300點 標普指數結束4年跌,納指更重,收市新高 升市原因是市場預計美國政府即將推出刺激經濟方案 以及蘋果公司的顧價上升 看到大社的焦點除了繼續關注刺激方案的進展外 另外還留意聯儲局的議息結果 和大家看看道指開市初段 暫時是靠穩的,升10點,報30,209點 看看標普及白指數,暫時都是向上,升3點,報3698點 先將時間交給Fish和大家談談其他消息 好,謝謝Jason 歐盟委員會公佈規管大型科技企業法案 如果出現不公平競爭,企業會面臨巨額罰款 最高是佔全年收入的一成 看看大型科技公司的股價表現 蘋果公司最新未跌,做127.54美元 另外,微軟暫時升,做215.28美元 Google方面暫時靠穩,做1759.43美元 另外,Facebook暫時未跌,做274.9美元 最後,Amazon是升,做3181.21美元 摩根大通將Twitter評級由跑贏,下調到中成 Twitter最新升4.7%,做55.37美元 輝瑞表示,正同白宮商討,明年增加疫苗供應 另外,美國衛生部官員說,很有信心 星期四會批准莫德納疫苗,緊急使用授權 負稅將莫德納評級由買入降至持有 不過,目標價由90美元加到150美元 輝瑞最新跌1.1%,做38.32美元 莫德納跌7.3%,做136.05美元 兩間加拿大大麻公司Tillary和Afria宣布以股份互換方式合併 涉及40億美元 Tillary最新升兩成,做9.45美元 另外,Afria升4%,做8.43美元 轉看匯市方面 歐盟委員會表示,同英國的談判有進展 刺激英鎊對美元升至100年5月的高位 最新升至1.352美元 另外,看商品方面,是個別發展 有價,暫時未跌 納疫其游,最新升至47.54美元 最後,看現貨金 最新升至1857美元水平 將時間加回到Jason 麻煩你,跟兩位嘉賓開始談 兩位見到美股持續在高位 支撐大市的消息好像都傾向正面 接下來聯儲局意識就會有結果 預料寬鬆貨幣政策都會繼續 另外,美國國會都釋出一些信號 就是經濟救助計劃可能會取得共識 加上英國和歐盟都有望達成貿易協議的感覺 令到好像現在看上市場樂觀情緒主導著 Eddie 是的,你看到之前都說過 兩黨的所謂的救助方案 都預計當選舉總統 真的被陳安落定之後 其實就有機會推出得到 這次其實都差不多是這個時候 原因就是 今次選舉人開始投票了 似乎等落普翻盤的機會比較少 所以到最終兩黨都沒辦法了 都是要坐在一起去真正推出 或者談談一個比較合適的援助方案 再加上就是政府也有資金的問題 你不想聯邦政府停擺的話 那些方案都是要過的 所以變成這方面 你說在12月商業政策的情況之下 真的為市場帶來叫做一個輕微離好的狀況 我想現在的焦點 主要除了美國之外 都是看回英國斷勾的問題 但這件事我感覺上 大家就好像傾向了過份樂觀 原因就是談了一整年都沒談到的 突然之間臨到死線了 就好像放風出來說有機會談得來 那大家突然之間也變得叫做樂觀了 我覺得這個可能潛在地 可能對市場影響的波浪性會比較大 但是美國方面 就算說你說有的經濟方案 是不是真的可以把市場向上 我覺得其實消息已經消化得七七八八了 大家都預料了會有個方案會出來 但就不是覺得因為這個方案 就可以令到股市再上 純粹就是如果那個方案不推出 可能市場會向下暗解 所以現在如劇本英文廣東 真的那個方案預計會有出台 對市場不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所以市場相對會比較堅強一點 我想多了一句話 過了今年 大家都會聚焦一些企業的盈利 就是慢慢下年第一季的時候 出現一些全年盈利的狀況 大家就會面對現實 究竟這些企業過了一年之後 它的盈利是否真的還支撐得住高估值呢 我相信12月剩下的市場相對可能 美股會比較堅強一點 到下年回來 大家看看企業平盈利的時候 可能的情況會轉變也不出奇 是的 看到美股仍是落在高位 但剛剛也提到國會 就是在談財政刺激的措施 現在市場又在看 說目標就是年底之前都會談得成的 Harry 你會不會也有個感覺 就是不斷將這個憧憬押後緊呢 有一點點這樣的感覺 不過暫時市場 無論貨幣 商品市場 甚至是股票的風險產品 都是完全趨勢派 如果你說你說股值 或者是看法 或者是本身經濟的動力上來講 之後才會再想 暫時來說 我想大家都是一個比較光武升平的狀態 而且是臨近年尾 很難突然間觸發到很多所謂的大跌狀況 或者是逆轉的意味 所以暫時的錢會先順著勢去炒 看法上就不要亂逆市做任何方向 因為暫時的淺銀的看法上 沒有太大變動 暫時都是以官網的一個態度 去短線的部署 是的 因為始終投機的錢比較多一些 你說是不是看本身某些的方向 即是無論你的股市 股值是在交換下去 兩個standard deviation 其實是很誇張的 去到貨幣 或者是經濟的態度 有那個憧憬 有不同的自己的經濟方案 有脫歐的談判 有OK 其實很多這樣的想法 其實是否實質地幫助到經濟 未必完全立即看到 但是憧憬實在太大的時候 暫時的制度 我看的都是在錢的流動方向上 會先順著制度這樣做 要留意一下就是剛剛晚上公佈的 美國零售銷售數據 錄得七個月最大跌幅 11月的零售銷售 跌1.1% 較市場預期跌0.3% 是差的 10月的零售銷售都向下修訂 再看回之前幾項數據 非農新增職位 申請失業救濟人數等等 Eddie 其實都反映著 美國的經濟狀況 應該都較市場預期若固 是的 雖然你說單月的數字 就不可以反映什麼 但是見到美國的經濟狀況 就沒有說真的有個明顯地 逐步逐步向來的情形在 我想這個也是 叫做配合你今天的新聞 就是預計會有個刺激方案會出台 這樣叫做淡化了 即是經濟數據上 不是這麼帥氣的消息 但是回到一開始說 其實你說經濟客觀看 一定不是好 是不是有個很快的邊形反彈 絕對見不到 所以市場一到達升 就真的炒股值擴張的情況 其實就有一點過了龍 所以變成總體來說 視乎大家正常 為什麼我經常說 一回來看基本面 面對現實的時候 看企業盈利 可能市況會有個轉向 也不奇怪 原因就是 你看很多客觀因素 經濟數據也好 甚至似乎找企業盈利也好 都未必真的可以支撐到 現今這一刻比較高的估值 所以變成你說得對的 數據上的客觀看 美國經濟不是有很大的DV反彈 但當然也不是說真的差到 又要再去大規模放水 才推出經濟 始終疫苗開始出現 經濟活動開始正常化 這方面大家是有個憧憬 覺得接下來是會好一點的 但是你看看相對 滯後一點的11月的數據 甚至可能看了12月的數據 消費方面也未必會特別理想 但是相對大家覺得疫苗出來 會令到經濟有正常的復甦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都沒有 程度上可以淡化了大家的擔憂 是的 其實看回市場 現在暫時預計聯儲局的議息 結果相信都會放假 不過長遠的展望 也都好像Eddie那樣說 就是受惠著疫苗開始接種 覺得經濟會有改善 Eddie 你看 其實今次聯儲局的會議 招數是否也很有限 是的 它不會有什麼可以做 它只能夠說 認為經濟繼續有很大的流動性 或者寬鬆的政策 它都支持著 我想對聯儲局的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短期之內不收水 令市場放心 就是資金鏈仍然相對比較充裕 不會出現年多前的情況 就是突然之間出現一個 拆式之間有一個明顯急升的情形 令到資金有一個緊絕 所以變成對聯儲局可以做 或者出口術去 大家繼續說 我們會有寬鬆的政策 市場也預期了是這樣的 所以你看今次 其實市場的焦點 都不是真的放在聯儲局的意識 因為也預計之中 它不會有什麼特別新的東西會出來 經濟的前景看法 它也不會特別樂觀 如果不是它也很難去 正確自己繼續放水這個情況 所以變相對上一兩次會比較類似 就是語調方面 都是說既然放水 經濟會有一個復甦 但是仍然擔心外來的狀況 看看它是否提及疫苗 但根本上也未必會特別說 純粹是說疫苗出現的時候 可能經濟會正常化 民主高物業物撤樓至需要的情況 以及通脹預期 看看會不會提醒 通脹預期是否真的 全心想拉動目標通脹的2% 而如果是的話 大家亦都會預計到聯儲局 似乎繼續寬鬆 亦都會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直到真的通脹 開始加上2% 甚至輕微的2% 才有機會會有收緊的情況出現 Herry 你看其實美元也仍然在下市的位置 看過勢 90%這些水平是否都會穿 會穿也不奇怪 因為其實都不是很遠 現在都90.11% 問題是短期如果你說 美國的貨幣政策都不會突然間傾向有什麼收緊 而我們看到疫苗對於經濟的幫助上面來說 又要一些時間去觀察 我不是說過 剛才那些錢就會順著勢去存 除非你有些突破性的消息 但是美國聯儲局的意識會議的結果 我覺得他們怎樣都會去放下一些 在未來的看法 會不會說有一些所謂的 可能鷹派的言論走出來 這個我覺得都會留意一下 因為現在的市場就覺得他們 放假的情緒 就很一致地共識覺得是一定假的 所以久不久 可能Dollar Index會有機會彈一彈 我有些這樣的心理預備在裏面 但是如果你說這個看法 或者本身出來的結果 所有事情都是非常之正老 正如Eddie所說的話 它試穿90個機會都是在這裏 看到美元都是傾向弱勢 相反其他的非美貨幣 好像英鎊一樣 英鎊是破位 上到1.35流上 有什麼消息呢 就要留意英國和歐盟的貿易談判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就說拿到一些進展 也說到未來幾天是很關鍵 推高了英鎊上去 Eddie 其實突然間放風 那個感覺 你看到貨幣市場的看法的話 這次都好像很樂觀 老實說 上星期都說那幾天很關鍵 不停每個禮拜 我們都聽到 截圈前 截圈後 都有出現很關鍵的幾天 但是到現在 仍然沒有一個方案 當然 你說市場方面 借著一個消息 12月比較靜一點 那當然可以容易炒上 始終12月相對 傳統來說 你也是比較靜一點 我會說股市有債市好 所以比較容易單邊是動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談一整年當談不完的問題 是否突然之間一個星期短短 由個電話就可以解決得到 這個仍然有很大的疑問 即是你以波羅斯強尚一路的態度 其實他也挺強硬的 是否真的這麼容易在臨美的時候有個妥協 或者歐盟方面有個妥協 我自己感覺上就要小心 即是很關鍵的幾天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叫做關鍵完之後 真的可以叫做完成一個軟脫勾 我感覺上仍然都是五十五十 我就個人傾向就覺得不是這麼容易 真的一下子傾向一整 所以變成是的 你借這個消息單邊炒上去 英鎊1.35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可以借了這幾天的時候 繼續炒上去 如果出來是好消息的 你不排除可能再算1.35 甚至會提示1.4 但是回到後來出來 如果是壞的話 距離人白拿回去 挖回1.31 1.30 這些位置都不出奇 Eddie的看法就相對審慎一點 Harry 你對英國和歐盟那個談判的看法又是怎樣 我都會覺得 我都會覺得 其實雖然在市場上面這兩 我們暫時和Harry聊到這裡 繼續集中和Eddie繼續聊 剛剛也提到貨幣的問題 要留意除了英鎊升到高位之外 要留意破壞還有比特幣 升穿了2萬美元大關 如果看這些消息的話 暫時看到因為有些機構或者著名投資者 追捧一些虛擬資產 但單純這個消息是否足以令到大家 有繼續關注比特幣的狀況 其實都是以炒作為主 我記得我們應該一個多兩個月前 這個節目都說過 那時候一萬八千元 就說有沒有機會破兩萬 其實那時候看法 都是有機會破兩萬 第一 兩萬不願意 第二 其實都是似乎炒作起床 濃厚市場 油資都是很多 但你說是否真的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資訊的特別 我覺得也是時候很明 砌個故事出來 如何調整上了兩萬元 你說是否真的 有很多不同的投資者 著名的入市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因素 就可以繼續推高比特幣的價格 這個我仍然很疑惑 原因就是對於虛擬貨幣 實質它的價值是怎樣 當然它是一個有限的東西 你說真的大家對於傳統貨幣 有一個信心危機的時候 也許是確實你加上去中央化 比特幣有一個獨特性 但是是否真的可以代表 那一隻兩萬元 或者兩萬一千元 這個仍然都是很質疑 如何去做一個好的估值 所以變成了客觀對我看的 現在大家一輪炒作 當然有很多消息 有一個支持 但是不要忘記 就是比特幣也過往試過 一下子一個轉圈 其實跌幅可以很驚人 所以變成一個短線 投機性的部署為主 如果真的要追加比特幣 就真的要控制轉馬 也要留意 就是有機會有突然轉向的風險 那 Eddie也提醒了大家要注意相關的風險 找到Harry一起談 就是比特幣 我們在談 Eddie也提醒了大家 其實看到比特幣 Harry 你看 會不會其實都有一個周期 看到一個炒作的一個時段 其實是怎樣去捕捉 捕捉的話 一是本身 今天那個升 我覺得有點像 市場 都會憧憬一些 傳統美金 可能 接下來聯絕國 都會繼續放水 因為始終 比特幣 都是一個有限的供應 如果你說美金再在下年 還是維持得比較寬鬆一點點 有些錢都會駁到BTC 另外 對於接下來 各與各之間的憧憬 本身其實錢不停地在印著 傳統貨幣 而在各與各之間 其實對於民眾 對於政府的看法上 都還是一半半的 所以 他們 比特幣 或者是所謂的蜜蜜蜜 其實不只是今晚BTC 你看到Ethereum 那邊也上得很厲害 是有一個大趨勢 但是 這些聆星的事件 其實推到BTC 我覺得不會太過持久 即是你突破了上去2萬元樓上 站穩了 當然是你說 破到2萬元 1、2萬元都不出奇 但是 正如Edith所說 你去到這些位置的話 它突然間 因為某些事情 譬如說 你沒辦法可以知道 睡覺 原來他在3時 突然間說過 有甚麼監管消息 可能在某些事情上 要交回很多交易所 要交回資料 它會有些大跌 即是有些政治風險 所以 那個轉馬 不能有太多 而要防範這些 你沒辦法可預測的 得如期落的新聞 始終都會風高浪夾 所以投資者都要小心一點 節目時間都來到這裡了 謝謝兩位嘉賓 再會